为了有效管理柴油车辆 也提供安全舒适的检测环境 华联县环保局选定在港区 以绿建筑的设计新建厂站 并在21号上午举办了开工动土典礼 期盼将来能与一般车辆分流 也规划作为环境教育场所 预计在明年3、4月就能够完工了 为了有效管理柴油车辆 也提供安全舒适的检测环境 华联县环保局21号上午 在港区举办了柴油车底盘动力 即排岩检测站动土典礼 占地有315平方公尺两层楼高 将会设置雨水回收设备 外观野彩群山造型 期盼在完工后能申请到绿建筑标章 在设计上也采用节能 节电 节水的设计 里面有测试的设备 然后还有会议室 办公室 还有机房 让人家来验车的时候 有非常舒适的空间 华联县的柴油车大约有14000辆 排放的废气容易会造成空气污染 依规定必须要定期检测 那我们希望这个检测站能够 很快能够来完成 因为柴油车啊 是我们 尤其是大车 是我们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那我们希望这些柴油车车组啊 能够有个地方能够去检测 了解他自己的车子的状况 就像我们人一样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车子也是一样 那了解他的状况之后 如果他车子有问题可以去做维修 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措施 把柴油车的污染 特别是他里面的 地状况物的污染是致癌物质 希望能够把它减少 北区的旧场站在这个八十几年来兴建 那当然它的老旧 以及它是在我们193的主要干道上 我们更希望把它挪移到我们的这个花莲港区边 让整个大货车的部分能够做分流 能够进到我们的港区来做一些检测 我想这对于我们交通的分流 以及比较安全 具足安全性 这个地方未来除了我们在验车 检验我们的这个碳排车以外 减少它的空污以外 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这里来参观 我想这也是一个 符合环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场所 这块空地在过去是一座废弃军营 后联县政府透过国产署申请移波 作为全线柴油车检测站 总工程经费3800万元 环保署补助1100万 而其余的部分则是用环保基金来做支应 供期8个月 预计在明年3、4月就能完工 记者徐立芹华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